红一中特派记者林郑坤社 特派记者林又陈东京报道 亚冠赛首战由地主日本和南韩队交手 台湾队全队也都关注这场比赛 观察之后两场对手 日韩两队前几局都展现速度战 日本队员田壮量就靠着脚程加上对方食物先持得点 台湾队总教练红一中说 原本就知道日韩两队的速度都很快 这几天练球就持续提醒球员守备加快 台湾队群队关注日韩战 有人现场观赛 也有球员选择观看更清楚的转播 红总认为日韩两队实力都很好 他们职棒队伍也很多 能代表国家的一定实力都不错 两队实力应在伯仲之间 南韩队打折选球仔细 日本队先发投手手填探数紧投三 一局送出三次保送十三分退场 对于明天如何迎战南韩打者 红总说陈冠宇自己就已很认真备战 且他有多年经验 不用特别再叮咛 到时有提醒颜红军 林优乐两位年轻捕手 要多注意配球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